請問單單人設計分制 現在計分制很浮動 現在我申請超過五年了 我是2004年開始申請 現在多少分? 我現在112分 有了? 840分? 140分? 140分才有 但是我上次在房屋處開會 聽說再等五年都未必有房屋上 我現在要怎麼辦? 未必 我現在希望一次同仁 因為兩個人以上的那些是不用計分的 是不是想我們的人 我想有房屋的那些 花些少許錢給人假負分 假負分就只有兩個人 是不是? 希望取消個計分制 因為泰國不公道 為什麼? 其實我們單身 我客人 路人隔路人縣 旁邊的那些全部都是 等於睡間房間的分別 只是有一個床位給你 睡間房間的分別 是一樣 還有我覺得你很不公明 因為我那時候 我上過去 諾府那裡綁住 那個泰主任 答應我兩個半月後 可以有那個可以給我選擇 之後 又說七個半月後 接著又轉了制度 又說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計分制 我不知道怎麼說 說每個月一加一分 那我一百日二十七分 那時候已經夠了分 是正在排的 說是兩個半月後 七個月後 之後第二次二十萬兩 再七個半月後 之後 現在是無料期 跟我說 那我真的知道怎樣 剛才那些問題 其實過去我們接觸到很多街坊 很多都有提到的 譬如關於那個 中緣的租金 津貼的問題 這個其實 03年 這個董建華 就減了這些租金 到現在為止 六年都沒有調整過的 其實其他中緣都是 中合援助金 其他的津貼都一樣 我們最近很不容易 為那些小朋友 去爭取上網費 那為了這件事 就跟這個張建宗局長 我就談過兩次 在立法會 我也都提過一條 口頭質詢問句 那現在就有一些轉機 因為我們要求 增加那個書寶津貼 那增加部分 就是用來給那些小朋友 上網用的 因為他上學 他要上網的 那些拿中緣的家庭 他又沒有這個書寶津貼 特別加這個上網費 那些網絡商 就很討厭 我跟政府說 很簡單 你政府承擔一半 叫那些網絡商 承擔一半 那就搞定了 是吧 總共加起來 我們幫他數了 大約七百萬個家 七萬幾百萬個家庭 那些小孩子 那你擲街 那麼多水 大哥 那些全部網絡以出之物 不用再付錢 是不是李倫sir 應該可以幫助到 這些貧行家庭的 那些小朋友 他讀書上網 免費 根本應該 因為你給錢 就成兩百多元一個月 是吧 所以這件事 我們最近在那裡 跟他吵吵吵吵了很久 那現在他又有另外一個方式 他就不肯在那個 就是縱門 那個書寶津貼那裡加 就用另外 其他一些辦法 來幫這些小朋友 那麼剛才提到 這些租金津貼 還有其他那些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跟政府在那裡揮緊的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都會繼續 就是去幫你爭取 因為事實上 你是減了別人 你給我一個舊數 起碼 不用你加 不要說跟過去的通脹 你起碼給我一個舊數 我至少 是吧 就是等於他生股金 你加了三百元 那就差很遠 但是十年沒有加過 是由董建華上場 我們求他 那時候我正在做電台 求求求求求求 到現在我做立法會議員 扔完他招 才加三個水 你說多淒涼 是吧 所以 我們都會繼續去幫大家爭取 另外關於那個 新來港定居人士 我就不喜歡叫新移民的 大家都是同胞 是吧 那你要住 就是住滿七年才可以上樓 那我覺得這個政策 是很僵化的 因為有些家庭的情況 是特別惡劣的 有些可能新來港定居人士 他沒有這個問題 那他都不會申請公屋 大哥 他自己有本事 是吧 或者他的家庭很富裕的 那他都是新來港的 很多 你現在很多的中資機構 那不是新來港嗎 是吧 他大把水的 那些是共產黨的 是吧 那但是普通這些家庭 這些低下階層 就是 其實這個應該政府呢 是要想辦法 就是去 就是有些比較優惠一些 或者就是 將那個年期縮短 之如此類等等 其實這個過去我們都講過很多次的 那我們會繼續 在立法會呢 就是我們有些相關的事務委員會 都會談這些問題 都有其他立法會員都有提告的 就是在立法會裏面 除了我們社民連三個 就是其次鮮明海衛基層的呢 還有李卓仁啊 梁耀忠啊 文協的馮劫基啊 其實阿基在這裏整二十年了 他清楚過我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忙於搞社會企業 因為這個是文協的另外一個最發達的地方 啊 來過這裏 啊 他說很無奈 很無奈 那他做了二十年都無奈 我剛剛做就還無奈 對不對 就是事在人為的 大家合心就可以了 對不對 第二次我帶隊 你跟我一起去圍他 你跟我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不夠膽 是不是 就是很簡單的 我跟著那個男人去圍禮品府 那你跟著來就可以了 給你錢過來 OK 如果你叫真的 我們跟著去 那這個呢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不只是你一個人的問題 很多家庭有同樣的問題 是不是 你不是特別對某一些人去 其實這個在社會上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跟政府談都是這樣的 我早兩天才在那個立法會 在那個前廳裡跟阿財爺說 我說你派錢啦 六千元一人 不要說那麼多話 是不是 跟你說我九十多錢 是不是 我真的這樣跟他說 派錢 很多錢 怎麼會這樣啊 我早派一皮 七百萬人都是七百億 很多錢啊 是不是 我們現在萬五億財政儲備 是不是 流來煲醋 是不是 所以去年就輸了千幾億 外匯基金了 那千幾億拿來派幾好啊 是不是 就是 我們要用這種方式跟他說 你跟他說一下制度 法律 什麼的 浪費氣 我告訴你 那板間房的問題也是 大哥 這些三毛人士 我們不是第一次說過上次 我們他出財政儲選案之前 我和長毛大舊三個去見他的時候 已經跟他說了 我說你那些小恩小偉 有一班人 成十萬人 你永遠照顧不到的 就是那些住龍屋 還有板間房的那些 是不是 當然住這些地方的人 有些都拿中援 但是都不是多數的 是不是 有很多 他剛剛又拿不到中援 有些可能又不想去拿 但是呢 當你有這些優惠措施的時候 全部跟他沒有分的 是不是 所以我說你一定要想辦法 那何喜華都提過他們 不如你在這裡排著公屋那些 那反正你免租屋 那你放現水給他 是不是 我排著那輪候拆動 我沒有分給我 但是你現在寬減這個公屋 那個租金 你是不是應該 放兩個月給我啊 正路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明天呢 我在立法會呢 因為我們明天說六四那個動議 但是有些口頭質詢 或者什麼 在我們前廳會撞到一些官的 就是每個星期三 我都會見到 這些三絲十二命 這些九官 我都會見到他的了 你明白嗎 那我就一定 就是他 他當然是興高采烈 哎呀我昨天拜堂的 你怎麼看 然後我就臭罵他了 我要保證 起碼和你先出氣 起碼和你出氣 我會告訴他 我昨天去那裏 就是深水埗 就聽到那些街坊 叫你去死 是不是 我去原話 告訴他 回鄉下側牛屎 你剛才拜了統告 等他不安樂也好 是不是 就是等他 就是想一下 為什麼你以為 你做很多事的結果 就是別人叫你回鄉下側牛屎 你就嘗試叫林瑞麟 或者曾蔭權 琴九層 上去那個辦公室看看 他的伙計一定不肯 是不是 如果 他作為一個行政長官最高領導人 他看到這些實況 他稍為有些良知 理性 他都會利用他的權力 去解決大家的問題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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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內行不是 整個制度不是這樣的 所以就更加需要一些民選的議員 向政府反映那個市民真實的生活的情況 對不對 我自己是一個貧窮子弟出身的 我們是很了解這種生活的痛苦 是不是很清楚的 剛才我先跟何喜華說笑 我想帶我兒子來琴琴這些反映房 誰知道有一個人說 你帶他來看都沒用 他不會明白我們的苦房 說得又對 是不是 你從小到大 在一個好好的環境長大 是不是 那你來到看到你最多 你哭什麼這麼慘 絕對是這樣的 你還知道有一個慘字 什麼 知道有一個慘字 但是呢 就是 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 我舉例而已 很多有這樣的環境的人 他感受不到 所以 親身體驗 住一天 住一個禮拜 一天 我怎麼捨得 告訴他 至少住一個禮拜